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辆战车 一群勇士 他们让军人本色闪耀沙场 能够成为工程号驾驶员 这要不仅仅是一份荣誉 更是一种责任 一艘潜艇 一片深海 战斗警报 准备扶起侦察 他们用青春构筑筑水中长城 在大洋深处 我们能打仗 能打胜仗 一架战机 一翻清空 他们锻造赶达必胜的空中且全 目的就捍卫祖国统一 守护国家发展力 这十年 人民军队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 朝着世界一流军队 阔步前进 2019年10月1日 天安门广场 惊奇飘扬 提甲升辉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的首次国庆阅兵 是共和国武装力量改革重塑后的 首次整体亮相 空军航空兵牟旅的助训场内 飞行员李玲正在为实战化训练任务的跨昼夜飞行做准备 这一组我们进行了跨昼夜 从昼间到夜间执行后半夜的一个飞行 距离开飞还有两个小时 我们抓紧时间准备 机械技师王长盛 带领班组成员 也投入紧张有序的工作中 由我负责按线路检查飞机 保证各个飞机系统部件完好 殿二零呼啸而起 这是战机换装后 高密度演练的一个缩影 平时怎么练 战场的时候就怎么用 同时也是战场环境是什么 实际上我们平时就应该怎么练到位 这是一致 李玲所在的空军航空兵牟旅飞行一大队 是人民空军首批组件 首支参战 首获胜绩的英雄飞行大队 争第一 争先锋的精神 始终流淌在一代代飞行员的血脉里 先列 先背的一些优良传统 作战 作风 实际上也是引领我们一直往前进 那一年 当李玲首次驾驶歼20战机返回机场 队员们泪流满面 这标志着该旅新机改装任务实现了突破 装备更新换代 并尽快形成战斗力 对于他们来说 无疑是一个重大转折和质的蜕变 现在整个科技包括装备 世界上的军事发展变化还是比较快的 所以说需要一直的积累学习 然后把前沿的一些科技 然后转变到现有的一些战术上 这样的话不断的革新 才能一直保持较高的一个水平 科技之变 战争之变 对手之变 飞行一大队 步步紧盯 实战训练 延展谋战 成为首要目标 实刻将自己摆进战场 才能真正检验体系作战的效能 换装加二零后 李林和战友们 面临新机战斗力生成的无人区 需要破解未来信息化的空战之谜 飞行员 指挥员 科目负责人 李林又在三个角色中不断转换 准备飞一下战术的一个编队 下面我们先试机 然后进行一些演练 战机性能的改变 必然带来战法的改变 一切训练 就是为了经受住战争的严酷讨厌 成期的话 通过理论学习 地面准备 很重要一个环节 就是模拟机训练 把相关的设备 能够在地面练习 这样的话 导致丹飞直上的一个安全 和一个基础条件 现在开始 整个场战迅速进入临战状态 消防车 强吹车 捡盗车 取鸟车尽速出动 战场无鸦军 每一次起飞都是一场出征 每一次对抗都是生死较量 夜色降临 做训任务 拉开序幕 夜行训练 是考验和锻炼队伍的 重要一环 贝勒锻造 全时待战 随时能战的空中铁拳 李林 把夜间训练的难度和强度 提升到极限水准 进行后半夜的一个训练的话 能够对人的身体和心理 包括经历方面 也是一个比较有利的一个考验 适应全天后的一个作战的环境 具备全天后的作战能力 夜色阑珊 夜空中的加尔灵伴随着星光翱翔 记忆下的大地一片安详 战事的胸中 涌动着激情 起飞就是迎敌 升空就是作战 炼卫战 炼击战 在加快建设 世界一流空军的新征程上 李林和战友们 正战至高飞 深海之下 平静而神秘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 胡小舟正在静静地倾听 此刻补出到一个不明信号 报告庭上 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卖手信号 加强听试 是加强听试 准备扶起侦查 再留意吗 目标确证 警报解除 深海恢复平静 而戒备之心 却时刻不能松懈 指挥舱 是艇上高速运转的最强大脑 作为海军潜艇猫支队教练营长 出海 下潜 待战 已成为胡小舟 二十多年的生活日常 胡小舟 胡小舟所在的艇员队长期处于战备状态 近十年来 中国海军潜艇航程越来越远 航时越来越久 下潜越来越深 铁砂前行 制胜突击 一次次从海底出发 官兵们用不断延伸的寒击 默默守护着身后的万家灯火 夏日的清晨 胡小舟带领的又一批新艇员 正在接受训练 一个月后 这批新艇员 即将迎来第一次登艇 登艇训练 是艇员守航前必备的实战演习课目 我们一个是岸岸的训练 一个是海上的实际训练 到海上去 我们再进行一种实际的操纵训练 那对艇员的训练水平 是非常有帮助的 为了让新艇员快速了解 潜艇航海的复杂情况 胡小舟亲自带着新艇员 参加模拟操纵训练 用多年航行的经验 实时进行讲解拓展 岸上训练 脱鞋救生训练是重要的一环 其中清潜水训练 是新艇员训练的最后一步 我们每次出航之前 包括了很多的准备 装备准备 技术准备 个人状态准备 都要准备 敬礼 浩瀚的大洋深处 处处潜伏着危险和挑战 面对战场上 诸多不可控因素 潜艇兵必须有 不惧生死的续性胆气 搜索 识别 战位 攻击 潜行无声 作为艇长 胡小舟的勃敢指挥 对每一次行动都至关重要 潜行无声吧 任何时候我们在水下 要保持安静 这样子才能确保 我们潜艇的隐蔽 新艇员登艇训练 圆满结束 对于一代的潜艇人来说 对于胡小舟来说 建设一流艇队 培养一流艇员 是巨小作战的主要目标 出海机迎战的战斗力 就是这样炼成的 工程号坦克连 紧张的一天又开始了 抵全旅新一次联合延训 还有不到两周 整个连队的备战演练 进入倒计时 四年前 一场大规模演习 在陆军某训练基地展开 这场红蓝对抗 备数主要目标 以81集团军某合成旅担任 弓方 工程号坦克连作为红军正面力量 成功将蓝军防线撕开一道缺口 开辟出一条进攻道路 此时 工程号坦克连已换装了99A式主战坦克 99A作为重型合成率的标志性装备 代表着陆军装甲主战力量 99A式坦克 配备性能先进的火控系统 指挥通信系统 射击精度高 机动性能好 防护能力强 突击力量足 信息化程度高 是我军当前性能出色的 数字化主战坦克 工程号坦克连擂台赛 是保持了数十年的老传统 胜出方将代表工程号坦克连 出展综合演训 全联人人都在期盼着 能通过擂台赛登上综合演训的赛场 驾驶员石泽林和战友们都非常紧张 车辆发动 前进 石泽林要带领车组完成三项任务 坦克走S线 坦克原地旋转90度和快速换履带 作为上一次擂台赛的擂主 石泽林车组的实力有目共睹 但是面对来势汹汹的挑战者 谁也不敢掉以轻心 大家都特别期待登上荣誉的工程号 虽然已经是老驾驶员了 但还是紧张 先人都很优秀 我得稳住 好 六分钟了 分秒必争 压力急剧 此刻 石泽林提醒组员们保持冷静 石泽林 加油 最终 石泽林的车组手力成功 只有最强的车长 驾驶员和炮长 才能成为工程号坦克的成员 这也是我们工程号连始终传承的一种精神 就是要干别人不敢干的事 干别人干不了的事 在完成重大任务中锻炼自己 在工程客栏中不断得到提升 2017年 工程号坦克莲所在营 由过去的坦克营整变为 现在融合侦查 通信 火力 保障等要素的合成营 连队也转型为合成体制下的新型坦克莲 力量编程的优化 带来作战样式的变化 这支拥有厚重精神底蕴的部队 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转型 合成营的转型不仅仅是装备的转变 从平台训练 炒系统训练 再到体系训练 更重要的是作战力量的转变 合成营以具备独立遂行作战任务能力 在没有经验可循的情况下 边摸索 边训练 按照战斗进程 把攻防 机动 保障等多个行动 合在一起训练 在陌生地域 设置复杂多变的战场特勤 组织综合演练 锤炼整体作战能力 演训进入攻坚阶段 在后方炮火火力支援下 左右2亿攻击群坦克向纵身推进 在攻城号带领下 10多辆坦克利用高低盲区 以极限速度侧后迂回 在新一轮火力掩护下 迅速前出 向对方阵地发起冲击 这次战斗带领我们的车组 主要负责的任务是观察敌阵地 作为连队的投车 还担负开路的一个角色 同发现倒撕裂敌人的防御阵地 逐步消灭敌人的这个过程 还是比较自豪的 对抗实战演习落幕 工程号连队 以过硬的本领 再次赢得了荣誉 王杰 石泽林等车组成员 已经成长为 这支英雄连队 新一批骨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一片蚊虫肆虐毒舌冲没的丛林 在这里还有一群 常年执行任务的管线兵 这一条条看似普通 长短不一的管线 却是给战场输送蓄业的大动脉 统林里面 车辆装备是进不去的 不管是管线铺设 还是输油过程当中的循限 都得靠人工去完成 虽然说苦 但大家都不严苦 觉得这种苦很有意义 因为是在我们 备战打仗的路上 只要我们的管线往前一米 那就离战争的胜利更进一步 所以我们现在的心思就是念好本领 导生着 入伍16年 吴勇先后16次参加抢险救灾 食言食训等重大任务 用实际行动 诠释了新时代革命军人 实质打赢的价值追求 2019年 中央军委表彰全军备战标兵单位 和标兵个人 吴勇是受表彰的 20名标兵个人之一 大抓实战上训练之后 我们单位从训练上 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军工章我觉得是一种激励 但更是一种鞭策 将自己的本领练好练墙 确保在有任务的时候 能随时拉得出上都去保得好 从一名普通战士 到全军备战标兵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吴勇和他的战友们 始终奔跑在苦练精兵 保障打赢的奋斗路上 同学们 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装备穿上了 这个头盔呢 我们可以通过里头的眼睛呢 看到我们虚拟的场景 在武警工程大学 阿斯海尔努尔泰 正在介绍认指培训 各种前沿的装备和系统的军事知识 让他更加期待头身一线 2015年 阿斯海尔努尔泰 考进了南开大学法学院 两年后 正在读大二的他报名参军 也就在那一年 我们南开大学加上我 一共有八名参军入伍的学子 我们学习了习近平的 七年之亲岁月一书 书中梁家河之亲的经历 是我们深受感动 我们也萌生了 向习主席写信 汇报参军入伍的决心的想法 两周之后 已经成为一名武警战士的 阿斯海尔努尔泰 得到了习近平回信的消息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 在信中 习主席勉励我们 珍惜身着容装的机会 把热血挥洒在 强军梦的伟大时间中 在军队这个大舞台上 施展才华 在军营这个大容如礼 淬炼成钢 书写绚烂无悔的青春篇章 2019年9月 服役期满的阿斯海尔努尔泰 返回南开大学 继续自己的学业 大学毕业后 阿斯海尔努尔泰 再次报名参军 成为武警部队执招警官 正在培训的阿斯海尔努尔泰 即将回到部队 投身反恐维稳一线 有着25年军兵的 一等功臣和弦达 是火箭军某旅一级军事长 2022年 入选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他先后参加 三十余项重大演习训练任务 完成200余次实弹转载 参与研制仿真训练器材 助力缩短发射能力生成周期 2018年底 和弦达所在营被中央军委 表彰为全军进行强军目标 标兵单位 在强军目标感召下 我们向着世界一流军队迈进 就必须垂练过硬的战斗作风 适合保持建在弦上 引而待发的备战状态 最大限度发挥手中武器的 作战效能 忠实旅行 保卫足够安全 和人民幸福生活的神圣职责 使命在召唤 强军正当时 为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 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提供战略支撑 为捍卫国家主权 统一领土完整 提供战略支撑 为维护我国海外利益 提供战略支撑 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提供战略支撑 人民军队 坚决履行 党和人民赋予的 新时代使命任务 这十年 人民军队深入推进 政治建军 改革强军 科技强军 人才强军 依法治军 全面加强 练兵备战 重振政治刚进 重塑组织形态 重整斗争格局 重构建设布局 重塑作风形象 加快机械化 信心化 智能化 融合发展 新型作战力量 不断重大 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加快构建 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 迈出坚实步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